大家好,我是崔咪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不差點捲髮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特別 我們今天要利用就是隨手可得的橡皮筋跟面紙 就可以完成今天的韓系蓬鬆大捲髮喔 請看今天的分享吧 首先呢,我們先將頭髮先分區 然後呢,拿出面紙 我們把它折成這樣子的大小 然後接著呢,我們就把剛才分區的頭髮刷出一束 大概是這樣的粗細 然後呢,我們把頭髮纏上去 那尾端的地方呢,我們就用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然後這個是第一束 接下來呢,其他的頭髮都是這樣的 如果頭髮比較多的人,你也可以抓小束一點 這半邊的頭髮呢,就已經做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瀏海的部分 如果今天你是指髮,也沒有關係 因為瀏海也可以這樣做出碰碰的效果 那一樣利用手邊的面紙 折成這樣子的大小 把我們的瀏海拿起來 然後尾端呢,一樣用橡皮筋把它綁起來 OK,好像一個包子的形狀就對囉 那一樣呢,我的方向都是向內卷 然後可以看一下我的後面 好像以前的綠石 會不會有隨機嗎? 垂信 好,反正就是這樣子啊 對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每一個每一個的卷 那基本上呢,你就可以這樣去睡覺了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快速這樣出門的話也OK 用吹風機來加熱它 這個髮型呢,它很適合剛洗完頭的時候 頭髮有一點點微濕 已經是乾的話,你也稍微弄一點點濕就可以了 然後去捲,然後再加熱 它出來的捲度就會非常漂亮喔 那我們現在就用吹風機來稍微加熱它吧 好,我們現在就用吹風機來加熱面紙髮捲 吹風機 吹風機加熱完之後還有一點熱熱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這時候拆 稍微等它一下下冷卻 好,那我現在要拆囉 從第一個把它捲開始 可以先看到一邊的頭髮 它捲出來的捲度呢,是非常有光澤 而且是規律的感覺 非常有光澤喔 然後我把瀏海拆掉 這邊還沒拆,可以先看一下 這邊的頭髮 它是有光澤度的大捲 我現在把另外一邊拆掉 它出來的捲度呢,就是這個光澤的感覺 看一下後面 那如果想要捲度更持久的話 大家建議拆掉之後噴一個定型的噴霧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直掉 如果你今天手邊真的沒有美法用具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比較清楚的文章也會寫在皮克方裡面 你們可以看文章 就這樣,掰掰